赵薇 陈坤 胡军等明星之远的年度大戏花木兰已经杀青 由于剧组一直非常低调 所以外界对于剧情支支甚少 不过近日我们栏目的记者前往探班时 碰巧拍到了扮演花木兰的赵薇 和扮演莫独缠鱼的胡军两人之间的对手戏 虽然没有胡军扮演的莫独缠鱼那么有气势 但是赵薇般的花木兰也是自有一股威严 不料导演马处成还是不满意 就是没有羊 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我们来一个电 感觉很温柔 我们来一个就是没有羊 要走 我们的队伍里有汉人 巨人 鲜卑人 枪人 没有羊 对 可能跟我自己原来的设想不太一样吧 但是都会导演的想法也去表演一下 自己的想法也去表演一下 对 原来的设想是什么样子 原来的设想我觉得也不用去恶狠狠的这种样子 这样的 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导演心中的花木兰不会太温柔 就是表现就是他的那种鸿猛 在小兵变将军了这样的 对 已经升级了 对 除了说话要恶狠狠气势足 饱经风霜之苦的花木兰也不能细皮嫩肉 难怪一见到记者爱漂亮的赵薇就赶紧解释一番 这不是我皮肤变差了 我可以在脸上做了很多的起皮 风伤 然后做了很多那种好像皮肤干裂的这种妆 对 这是化妆化上去的 对 原来是这样子的话惨了 对 看完赵薇版的花木兰 我们再来看看胡君版的蝉鱼 在胡君的眼里 这个蝉鱼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由来是王 非常非常把扈的一个人 对没错 和胡君以往扮演的强势男性相比 这个角色还多了一个特点 比较阴 比较阴的那种 不是那种大英雄啊 怎么怎么样啊 不是 它是那种比较阴的那种感觉 很蓝散 是一个马背上喝酒的一个人 除了性格鲜明之外 这个莫毒蝉鱼在造型上还非常高调 看 一般的柔然士兵都是瘦骨 毛皮和石头做装饰 而蝉鱼身上却是金光灿灿 在记者看来 这身装备在战场上也太高调了 真有可能会成为对方弓箭手的活靶子 他们还是很客气的弄成这样 因为他是一个整个一个民族的王啊 其实我这上面不应该知道 应该全都是黄金的 跋扈 阴险 蓝三 高调 这就是在影片中花木兰的对手 柔然国君 至于他们两人之间还会上演怎样的好戏 我们还是等影片上映时 再去一探究竟吧 好 好